这是五十本里面的第六本书 那这一次打算是用录影的方式面对镜头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使用平板的萤幕录影 那也该尝试不断的面对镜头来去抒发自己的想法 而不再只有对着平板说话 那一样是尽量一到未尽 这本书是零秒思考力 它的重点是希望可以透过书写 把我们心中想到的主题还有决策或是方法 在现实的时间内给表达出来 譬如说主角作者是使用每次一分钟 那这一分钟里面会有一个主题 譬如说如何时间管理 又或者是说如何完成早晨的计划 又或者是说如何让今天的心情变好等等的一个主题 那平常我们可能只会去想这个事情 可能会一扫而过 那又或者是会钻牛脚尖 那它是希望透过现实的方式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的脑袋 去不断的抒发更新的想法 一直产生手不能挺 那它是希望说一天可以有十次这样的书写练习 脑力的思考练习 那每一次大约是一分钟 这一分钟内会把我们的A4指拿横的 拿横的过程 手绝对不能挺 想到什么就写上去 那我自己是 试了几次后我比较舒服的方式是一次十分钟 因为我不喜欢把一件事情分太多事情分太多次做 我不想要一天有十次都在搞这件事情 那我就一次做完一次十分钟 那也是一样写一个主题 一样也是把A4指拿横的 那比如说如何在时间内把这份报告给交出去 那也是有许多方法 我也是在十分钟之内 把想到的任何方式 先不管执行层面 只要是想到了就写上去 不要只有在脑中想 这写的过程不但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比较平稳一点 紧张的感觉焦虑的感觉也可以一扫而空 是不至于一扫而空 但是是有效的减缓 那这过程中每一次 我的手一样是不能挺 这十分钟之内想到什么就写上去 所以如果真的卡住了 那想到类似的方案 我也是会写上去 不会拘泥于说 我这一点跟上面刚刚那一点 实在是太相似了 所以没有写 那这过程中每一行字 大约建议是三十个字左右 不要说只有五个字或十个字带过 尽量是可以稍微有一点具体的感觉 你想到的东西才不会说 又马上要接下去写第二点第三点 你在第一点的时候 想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可以在这个时候填满大约三十个字 可能会帮助你在 帮助你在写完这一份练习的卷子之后 可以回顾 OK那它的方式解说完毕 这个过程有四点我觉得还不错的 第一个就是抒压可以宣泄我自己的情绪 在紧张的时候啊 通常会思考很多东西 那思考的我看过一本书 它说大约思考的90%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都是我们的喉脑在不断的产生焦虑跟紧张 那在透过书写的过程中可以有效的减换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这也是第一个抒压能够宣泄支持我们平静 也可以整理我们的思绪 写下来不会忘 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查看 而不是说到我们的脑海中想到的时候就马上不见了 那第二个是反应力的训练 当我们习惯去不断的把想到的东西写出来 同时知道有在计时 因为我通常都会放一个计时器 有在计时的时候 才会去刺激我们的手不能挺 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去写出新的想法 而不像之前想到一两个就放弃 或者是在其中一个钻牛角尖 那这可以有效的让我们习惯去做决策 去下决定又或者是产生新的想法 对于我们之后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工作上或者生活上 甚至是我现在在说出的过程都是有帮助的 那第三个就是坚准表达 我们常常在对话的过程中 会产生很多空洞无效的对话 我们的对话是在空转 没有营养没有意义的 那一次又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浪费了十分钟二十分钟 讲不到这种点 或者是其实你想要表达这种点 但是常常会措辞不够 或者是脑袋不够清楚 又或者是学到的知识含量不足 没有习惯去表达重点 没有习惯去说 没有习惯去听 而造成说我们想要表达的事情 迟迟含在我们的嘴里说不出口 那也透过这样的训练 面对镜头以及持续不断的讲话的训练 以及《零秒思考力》这一份作者所提出的方式 可以去刺激我们的讲话的重点 能够精准抓到我们想要的词汇 那我这一次说话的方式偏容长 那希望在第五十本书的时候 能够掌握到坦率 精准极简 能够讲到重点 避免无效的空转 这样也会让说的人跟听的人比较吃力一点 第四个是为自己的心去说话 我们在现在成型的社会中 大多数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有一套既定的应对进退模式 我们会对不同的人讲出不同的话 也会对不同的场景有自己相对应的保护措施 面对长官 面对同事 跟面对亲人 朋友的说话方式 跟紧张的程度 肌肉的紧绷程度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也希望在透过书写的这一次 这一次的过程中 是聆听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为了同事 为了主管 为了家人 而去想要怎么说 这一次说 这次写都是为了自己 想要什么就写上去 你写的东西 再丑陋 再邪恶 再混乱 那都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全盘接收 不需要有人为我们负责 我们就为自己负责 这是我们自己选的 那也是我们真正的情绪 尽量自己的情绪 才是一件 我觉得 蛮难的事情 但是是可以练习的事情 那不会有人去看 不会有人去评估你的 这一份思考力 零秒思考力练习的纸张文件 这一份你可以自己留着 又或者是说 你想要浸泡在水中 撕毁柔烂都没有关系 那我自己是会分类留着 目前只执行的 大概七张或八张 那过程中是蛮有趣的 会让我想要持续 继续下去的事情 它也累积到 在我的成间习惯里面 但是 因为最近成间习惯 越塞越多东西 所以是时候要好好整理一下 时间也到了 七分多钟 那实测的过程中 我们不用去在乎 我们写的顺序 我们写的字的丑陋程度 又或者是说 你要追求完美 而将我们的条列分明 组织架构列得很清楚 为了这件事情 在十分钟之内 可能是没有办法 好好地完成 想到什么都写上去 不要有人去看你的东西 把最真实的感受写下来 有助于舒缓我们的心情 思绪等等的 57秒 8分钟整 完成